美国现在问题多多吗 因为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 他们所公布的 就是在展望今年2024年 全球有十大风险预测 结果你看了 第一个就是美国分裂 这个是叫做 The United States versus itself 这个是十大风险里面排第一 美国分裂 美国是真的要分裂了吗 今年因为也是美国的大选年 所以才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使 对 一点没错 因为现在美国这个 Colorado跟缅英 他们基本上他们的州里面都决定 Colorado是这个州法院嘛 最高法院决定 不让这个拜登的 不让川普参加 在他们州里面的 这个共和党初选 这个事情知识体大 缅英州他们的这个州务卿也宣布 他们要做这个裁决了 那拜登 川普已经把这个案子 提到最高法院去上诉 因为这个他认为是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政府最高法才能做决定 可是川普我看他讲话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什么 他也没有把握 对 他只说了希望我提名的那三个大法官 能够发挥作用 你知道美国大法官有八个 他只能掌握三个 那如果大法官裁决 今天拜登就是川普就是不能选美国总统的话 那把他参选美国总统资格把他拿掉的话 那我觉得美国会产生非常大的动乱 所以就变成美国的分裂 那还没有讲分裂以后下一步是什么 那现在就是说在这个月刚开始的时候 1月6号因为是这个美国这个当时这个 国会暴动的 国会暴动的三周年 那拜登跟这个川普做了两边非常对立的一个发言 拜登说这个那些参加暴乱的人是Trump's mob 川普的暴民 那川普怎么说这些人呢 川普说这些人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他是这个叫 对不起他们是这个 他们是人职 他们是hostage 他们是被这个民进党绑架 这民主党绑架的人职 两边认定这么差 而且差这么多 而且共和党的5分之3的人 5分之3的都认为川普上来应该要特赦 现在被民主党政府所起诉判刑 以及在服刑的人5分之3 所以这里面就是美国民意很大的这个分裂了 那你要知道他这个有700多人被定罪 有些已经服刑出来了 可是最判最重的一个就是proud boy 就是骄傲男孩的那个头头 你知道他被判多少年吗 他被判20年 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极右翼团体的负责人 被判17年 所以这个问题还在选举之前就会爆发出来 然后我认为这个就是说 川普是认为就是说 他有没有办法参加初选的问题 在两个州初选的问题 他认为美国的联邦法院会非常快的做决定 所以这个决定就是一个美国政治的危机的一个关卡 如果没有过去的话 我觉得川普他的支持者会抓狂 然后呢就美国分裂 美国这个分裂可不是简单的 美国上一次分裂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 那个是19世纪 所以现在这个噩梦感觉又要重演 所以我认为他讲这个是世界头等大事 是一点没有错 那中东的问题我还觉得不是第一个 我觉得乌克兰的问题比中东的还严重 拜登现在目前还是他的对手 那川普说他相信美国经济会崩溃 希望这种情况在接下来12个月内发生 这样责任就会落在拜登政府的身上 因为我可不想成为胡佛 胡佛是之前美国的总统 罗斯武前面那一任 那时候是经济大萧条 对他搞出来的没错 所以这个川普现在这样说 到底是能够帮他拉多少票 我这打了一个问号 坦白说可是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很拼经济 越居全球汽车出口量的首位 这是谁在报导的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报导 而且他是这样写 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飙升到创纪录的水平 传统的汽油动力汽车仍然还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为什么呢 因为有俄罗斯大增的需求 所以都有俄罗斯的市场 因此才会让中国拿第一 蔡委员 其实不只是汽车出口 中国大陆在2023年出口的状况不是很理想 就刚才你有提到了对美国出口的衰退 去年对美国出口大概衰退17.9% 这个不是因为说中国大陆出口品不少不好 而是因为美国的一种政治打压 再加上美国的经济状况不好 对外国需求品的订单下的相对就少 所以美国进口对中国大陆衰退 对欧洲出口到美国也衰退啊 全世界几乎都是衰退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压抑的 可是有一个东西啊成了大补丸 就是去年一年对俄罗斯的出口成长率 高达78.1%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含义 代表说俄罗斯在一夜之间 突然变成中国最大出口成长的市场 而且未来还会更多 因为俄罗斯偏偏是一个 第一个他是有购买力的 第二个他人口够多 第三个土地够大 你说土地够大跟出产品有什么关系 土地够大他要买一些 因为因应他领土所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汽车 你从一个城市到个城市要跑很远 当然需要汽车 那再来呢 他需要更多的什么 基础建设 比如说这个铁路等等 他需要 所以中国可以出口零组件给 因为对俄罗斯来讲 他能乃是一个工业很强的国家 可是对不起 他很多零组件 生产线不够完整 包括无人机这件很夯的 你都要跟中国大陆买 不一定是买无人机的整个飞机 而是买无人机的零组件 汽车零组件 摩托车零组件 工具机的零组件 那回去自己去主张 所以中国未来几年里面 俄罗斯的成长力 永远会保持最高的 那再来就是欧盟 欧盟当然是RCEP的关系 像马来西亚 他对于中国大陆 出口到中国大陆 进口到中国大陆 几乎是他最几年来 数字最高了 最亮丽了 那汽车当然更是如此 你说中国的汽车 卖到哪里最多 第一名出口成长力俄罗斯 第二名墨西哥 那为什么墨西哥 突然间对中国的汽车 不只是电动车 我讲的是一般的车子 为什么汽车那么大了 蓝油车 为什么这么大呢 因为美国的汇率偏高 然后墨西哥的货币贬值 所以那墨西哥人 要买便宜的东西 相对的汽煤保重 所以他中国车子便宜 那美国汽车贵 而且中国的维修费用汽车 全世界都知道 汽车是需要一个 定期维修的产品 不像手机买了以后 大概三年不需要维修 大部分都是要 几个月就要维修 所以零组件的供应 中国早就有很多 零组件的汽车厂 就设在美末的边界 对他们两个县程来讲 成本就降低 这个原因使得墨西哥 成为中国大陆汽车 最重要出口的 那半开玩笑 未来可能看到很多 中国汽车在美国跑 原因不是卖到美国去 原因是因为墨西哥 人会把它开进美国去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卖到墨西哥 然后墨西哥人 开去美国就是了 对对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了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喔